尼古拉吉诺瓦耶夫 出生于1963年 在莫斯科长大 是元苏军特殊任务部队成员 曾在冷战时期 与世界各地执行多次暗杀政要级别任务 和多种枢纽破坏行动 由于执行的任务多为机密 尼古拉的军律生涯充满了黑暗往事 也正是这些勾心斗角 造就了尼古拉阴险狡诈的性格 由于他完成任务的能力十分出众 受到了安波雷拉安保部门的高度关注 苏联解体后 以雇佣关系为其做事 彼时 感受到安波雷拉待遇丰厚的尼古拉 还成为了安波雷拉的说客 劝说军中好友谢尔盖 带着曾与其并肩作战的 十名克隆士兵 投靠安波雷拉 由于军队图崩瓦解 不愿归顺俄罗斯联邦的谢尔盖 正愁没地方去 也就答应了尼古拉 前往安波雷拉求职 这时 正赶上公司的暴君计划陷入瓶颈 谢尔盖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参与了暴君专属的 T病毒变异株融合实验 没想到 他竟是万里挑一的暴君计划适应体 在尼古拉的二次劝说下 谢尔盖将十名克隆体 都捐给了公司做实验 他也因此成为了安波雷拉的安保部长 没过多久 谢尔盖就靠着自己的军事才能 组建了安波雷拉 生化危机应急对策部队 简称UBCS UBCS成立之初 队员主要是退伍军人 和无家可归的前苏联士兵 人员较少 但他们执行任务的难度 却与USS部队的任务不想上下 任务的危险性和高死亡率 让许多士兵患上了PTSD 谢尔盖不得不把兵员转向 死刑犯和雇佣兵 用金钱来收买这些亡命之徒 为安波雷拉效力 为了给老友撑场面 尼古拉也加入其中 并依靠自己狡诈的作风 完成了许多高风险任务 让UBCS在安波雷拉有了一席之地 由于尼古拉在各种极限任务中 生还率极高 很快就在公司内部的舆论中 与隶属于USS部队拥有 死神外号的汉客一起被封了神 不同的是 也有不少了解他的人 对尼古拉的生还手段提出质疑 但都应无法证实 厌其西谷 到了1998年9月 幻雄市爆发T病毒感染后 在安波雷拉受益下 谢尔盖募集了大量佣兵 加入UBCS部队 共组建了阿尔法 布拉瓦 查理 德尔塔 四个小队 共计120人前往幻雄市 执行救援平民的任务 职务为德尔塔小队 B队分队长 代号银狼的 尼古拉吉诺瓦耶夫 则以监察员的身份 被安排进入了这支队伍 任务是不择手段的获取 各路部队与BOW的实战数据 并干掉得知灾难背景的人 监察员 是安波雷拉在UBCS部队里 安插的一些特殊人员 除了上述任务外 还负责销毁 一切有关公司研究病毒的证据 监察员的待遇 比普通队员高得多 不仅在任务完成后 会获得巨额佣金 且还会提前获知 关于任务最详尽的情报 在作战时 可以通过特定的通讯设备 与上级直接联系 由于其作用更为重要 安波雷拉为他们注射了 更有效的病毒疫苗 当然除了尼古拉外 还有其他几名监察员 也被安插在了各个小队中 1998年9月25日到27日 UBCS部队到达幻雄市后 执行起协助幻雄市警局 掩护幸存者撤离的任务 但此时 幻雄市的丧失数量 少说也得有几万 UBCS队员 只能联合幻雄市警察 国民警卫队 与怪物大军浴血奋战 打了几次见面战后 融合部队虽然消灭了大量丧失 弹药却也所剩无几 经过数拨新生失群的冲击后 几乎全军覆没 这些见识过各式BOW的佣兵队友 当然是需要清理的对象 28日凌晨 街上游荡的丧失群 受到了监察员尼古拉的引诱 袭击了城市中部 刚聚集起来 接生十几人的幸存UBCS部队 以德尔塔小队为主的剩余部队 损失惨重 只能边打边逃 到了晚上8点左右 仅剩7名队员 护送着他们救出的平民 退守到了浣熊市政厅附近的地铁站中 德尔塔小队的队长 米歇尔维克托 也在战斗中负了伤 28日晚 正于地铁站附近 处理UBCS落单队友的尼古拉 在修车场碰见了 正要给负伤的阿尔法分队成员 摩菲西克包扎伤口的吉尔 尼古拉当然不想让其得到救治 在吉尔没反应过来前 突然冲出 一枪结果了摩菲 吉尔被这疯狂的举动吓了一跳 对着尼古拉口吐芬芳 尼古拉则不耐烦地跟他说 这祸快失变了 自己这是救了吉尔一命 面对这种诡辩 吉尔哑口无言 只能用眼神抗议着尼古拉 目送他离开 翻阅上级给的资料 得知吉尔就是重点实验对象之一 复仇女神的追击目标 尼古拉的注意力 就更多的放在了吉尔身上 为了让追击者在任务中 更少受到外界因素干扰 他甚至在地铁站 与吉尔再次见面时 诋毁他是灾星 让卡洛斯离他远点 怎奈卡洛斯早被吉尔迷住 哪听得进去他的话 不断为其辩解着 见蓬蓬头一直为吉尔说话 尼古拉也是没辙 自讨没趣的离开了现场 吉尔与追击者的数回合大战 自然都被尼古拉记录在案 直到他再次遇到卡洛斯 尼古拉才停止暗中观察 率先回到地铁中 一切都与他算计好的一样 除了去做任务的卡洛斯和泰瑞尔外 自告奋勇 护送平民出场的他 负伤的米歇尔对照 可按平民计算的吉尔都上了车 可悲的是 这一车人也都将葬身于 紧追吉尔不放的复仇女神之寿 29日2点11 运行的地铁中 尼古拉正一脸阴沉的听着 米歇尔对无知无愧的丧失群 竟出其不意的埋伏了UBCS 这件事的疑问 后车厢突然被炸开 追记者不知从哪跳上了地铁 爆炸的车厢中 好不容易幸存的平民们也遭了殃 借着两人震怒的功夫 尼古拉赶忙进入了前一节车厢 锁上了连金门 冲着刚赶过来的吉尔 邪魅的笑了笑 向车头醒去 停下地铁车头 避开爆炸带来的烟尘和热浪 上到地面后 尼古拉又在中楼附近 视野比较开阔的区域隐匿了起来 看过追记者资料的他知道 这种程度的爆炸不可能将其灭杀 果然 化身第二形态的追记者 又与那C4都炸不死的女超人 在中楼广场大战了一番 在吉尔被前者的毒刺命中 感染病毒 扬岛在通道中抽搐不止时 腹黑的尼古拉才下到广场 看着痛苦的吉尔一脸笑着 他已经把吉尔和追记者的战斗数据记录在案 这才转过身 向下一个任务地点 会从医院行去 在原版升三中 监察员们本就收到了 炸毁浑雄士综合医院的任务 由于监察员记录的数据越多 报酬就越丰厚 尼古拉为了得到更多资料 在医院袭击了另一名监察员 泰瑞尔·帕特里克 但这一幕 正巧被前来给吉尔找解药的卡洛斯撞见了 恰在此时 负伤不清的泰瑞尔选择鱼死网破 引爆了事先设置好的炸弹 卡洛斯冲到了走廊拐角 尼古拉从窗户翻到了覆楼楼顶 纷纷躲过爆炸 但已经说出自己身份的尼古拉 可不想让卡洛斯活命 在医院里设置了大量C4炸药 企图炸死对方 不过最终未能入院 重制版中 尼古拉接到的任务则是 到浣熊市医院 除掉研究出T病毒抗体的巴德医生 30日凌晨 在医院周围转悠了几个小时的尼古拉 赶在卡洛斯打开巴德实验室大门前 找到并干掉了后者 逃出医院 这之后 尼古拉又接到了新的任务 让他集结城市东侧 仅剩几人的UBCS部队 前往浣熊市大学 干掉早前叛逃公司的穆勒教授 又向浣熊市大学的方向行去 一路躲避怪物 记录数据 尼古拉终于在30号傍晚赶到了大学 与东部残存的UBCS佣兵会合 刚指挥他们进入大学的后门广场 就遇到了被穆勒派来的四臣暴君 显然 穆勒监控了整座大学 并利用暴君清除威胁 虽然现在还能活着的UBCS士兵都是精英 但仓促硬底一下 还是被打得措手不及 尼古拉当然不会管他们的死活 独自躲在角落里 发射了一枚附带镇静剂的血液提取器 打算在这暴君身上抽些血 但这暴君的机能出乎了尼古拉意料 注入镇静剂后 反而暴起伤人 猛地冲向四名傭兵 将他们一一戳爆 完成一系列动作后 爪子上还穿着一名傭兵 跳入校园顿踪行去 因采集器在暴君身上 采集新型BOW样本的任务 几乎无法完成了 尼古拉只能执行B计划 干掉叛逃者 这样自己也能得到赏金 于是收拾装备 向大学内部寻去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 尼古拉又按任务指令 在大学内部布置了数枚C4 与炸毁医院的目的一样 安波雷拉要抹除城市内 与病毒疫苗有关的所有设施 就在穆勒博士 与乔治医生等幸存者 在自己的秘密实验室对峙时 尼古拉已经偷偷摸进了 天花板上的通风管道中 将穆勒博士一枪爆头后 启动了刚刚在大学各处布置的炸弹 再有几分钟 整个浣熊市大学就会夷为平地 尼古拉也转身开溜 准备前往城市东北部的浣熊市公园 专属于监察员的密室看看 原版中 10月1日凌晨到达公园后 尼古拉先后在公园中和密室里 干掉了两名监察员 堵享了撤离直升机的位置 但刚出公园滚累市 就发现吉尔竟然还活着 且也进入了公园 赶忙藏在了暗处 待后者发现壁炉后的密室 在里面逛了一圈后 尼古拉将其堵在出口 试探着问问 他对UBCS的秘密了解多少 虽然尼古拉的话里充满了威胁意味 但吉尔手中也有枪 他可不想节外伤枝 趁着公园地下的掘墓者 造成地面震动的空当 离开了现场 向公园后身的 安布雷拉废弃物处理工厂行去 10月1日清晨 就在吉尔寻到工厂的远航塔时 尼古拉已经找到了工厂中的直升机 准备撤离 见吉尔还没死 给联络台发去了通讯 血耀似的讲述了一番 他已经将其他的检察员全部干掉 回到安布雷拉后 将读相所有报仇 紧接着 便将直升机悬停在窗口 胡乱扫射了一番后 扬长而去 当然 老版本游戏中 还有两个尼古拉的平行结局 一是 尼古拉在处理场与吉尔对峙时 被追击者拉进天花板中干掉 二是 尼古拉开着直升机逃脱时 被吉尔用火箭推进榴弹击落 重置版中 尼古拉发现追击者没死 就知道吉尔还活着 暗中跟着他来到了处理工厂 趁着吉尔在降解设施 被追击者袭击 奋力抓住铁台阶边缘时 出现在他眼前 一阵讥讽后 顺走了从吉尔兜里 掉出来的抗体试管 还把吉尔一脚踢到了降解石中 让他和先掉入其中的追击者 困兽之斗 吉尔与操控室中的卡洛斯 通过无间的配合 降解了追击者后 也来不及与他会合了 赶忙向拿着抗体的尼古拉追去 终于在厂房上层的通道中 再次遇到了他 但就在两人举枪对峙之时 身旁的墙壁突然爆开 强大的冲击力分开了两人 也是吉尔直接滚落到了 楼下的厂房之中 紧接着 一只太岁一般的巨大生物 穿破墙壁 流淌到了吉尔面前 看着脚下厂中 不断变化的肉块 幸运留在二层的尼古拉 气了吉尔一番后 溜至大吉 虽然总是姗姗来迟的卡洛斯 及时赶到了这里 但深名大义的吉尔 还是让他赶紧去追尼古拉 自己留下来 与这粘人的怪物 决一死战 但当吉尔彻底干掉追击者 赶到工厂屋顶的停机坪时 卡洛斯已经被尼古拉打倒在地 吉尔也被埋伏在一旁的后者 一脚踹倒 他还是那么多话 一枪打爆了抗体试管 嘲讽着吉尔 啥也干不成 最终是这份傲慢 让其付出了代价 在卡洛斯的奋起反抗 和吉尔的配合下 尼古拉终被打伤 扔在了天台上 吉尔则与卡洛斯一起 开着直升机逃离了幻雄士 当然 此处还有个吉尔不愿开枪伤人 和卡洛斯一起被尼古拉干掉的平行结局 9月27日 经历了一天的迅速蔓延 T病毒已经完全扩散到了 幻雄士的大部分区域 在警员 UBCS部队与丧尸 欲续奋战的同时 休整了一天的USS狼群小队 接到任务 前往市政厅 毁掉安布雷拉 渗透幻雄士政府的证据 而此时 UBCS德尔塔小队 B组队长 尼古拉的行动路线 正巧与狼群重合 因好奇对方的任务 现身与众人打了个招呼 见来者是友军 USS众人并未对其戒备 与狼群一番交流后 尼古拉得到了想要的情报 离开了此地 狼群小队不知道的是 战斗力强大的他们 正好成了尼古拉 记录BOW战斗数据的 绝佳标靶 带他们在市政厅 消灭了部分美军士兵 成功接管了监控室 正想观察美军 接下来的动向 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尼古拉 此时 他正算计着逃命的队友 锁上了唯一的出口 把一众队友 留给了紧追而来的 狮群享用 见到这一幕 狼群小队 对背信弃义的尼古拉 嗤之以鼻 但也没多在意 转头继续自己的任务 可就在几人 到达市政厅演讲堂时 尼古拉却找上了门 面对狼群的质问 他也不养了 直接摊牌 自己有特殊身份 他敢这么狂的原因 就是因为已经将 成群的铁食者 引诱至此 尼古拉只与狼群众人 聊了几句 转身就跑 躲到暗处 收集铁食者的战斗数据 USS果然强悍 没过多久 就杀光了铁食者 迅速撤离市政厅 而尼古拉 则先一步前往了 浣熊市医院 执行炸毁医院的任务 因监察员的指挥官 和USS的指挥官 不是艺人 他们的任务地点 碰巧重合了 为了避免幸存者 向幻熊市外公布 对安布雷拉不利的情报 狼群小队 必须破坏城市北部的发电厂 彻底断绝 整个幻熊市 与外界的通信 而要拿到EMP炸弹 就要去幻熊市医院 楼顶的停机坪 与运送EMP的直升机接应 察觉到狼群小队 也进入了医院 尼古拉快速设下圈套 封锁了医院的全部出路 也有大量丧尸 攻向小队众人 狼群一路打爆丧尸 来到停机坪 运送EMP炸弹的直升机 也出现在了众人视野中 怎料 早已和狼群结下梁子的尼古拉 也不管安布雷拉的部署了 暗藏于医院附近的教堂楼顶 一枪狙杀了直升机驾驶员 导致飞机坠毁 随后 尼古拉气定神闲的 引爆了早已安放在医院各处的炸弹 帅气回身 信不向前 紧接着 尼古拉来到了坠机地点 取走了EMP炸弹 回到教堂 因医院布置的炸弹量不是很足 整个建筑没有坍塌 狼群小队成功逃出医院 向尼古拉所在的教堂杀来 这次没来得及提前布局 尼古拉不得不现身招架 手持狙击枪 与六人火拼起来 尼古拉三番五次的挑衅和阻拦 真的把狼群众人激怒了 在六把枪的疯狂输出下 前者落荒而逃 EMP炸弹也不要了 决定不再招惹他们 去找卡洛斯和吉尔玩玩 幻熊士行动者游戏中并没交代尼古拉的结局 且毫无道理的与USS为敌的剧情也令人费解 好在他只是个黑历史不值得推敲 这里新手就不猜后话了 而这之后尼古拉唯一一次反场 是以文档署名的形式 出现在生化危机枪下游魂一中 98年10月份 幻熊士事件没过多久 安布雷拉各分部就收到了尼古拉撰写的灾后报告 此时他已经升官为UBCS指挥官 并在报告中精确分析了 阳管事件和幻熊士事件的诱因 潜迪古拉仔细研究了这两起生化事件后 总结出了病毒实验中 急需改进的两个点 首先公司在全球范围内 所有病毒存储地的保护机制急需升级 其次 安布雷拉的所有员工 都需进行更多的忠诚培训 鉴于生物武器即将成为公司的主打产品 所有相关人员在实验过程中要再三注意 不让类似的生化事件再次发生 此外 报告中还简短述说了 98年10月6号 追击者的实验后续 另一只被投放至某地区实验的追击者 比研究员们预期的更加凶猛和狡猾 许多被派入该地区的UBCS成员 都在收集战斗数据的过程中 因被他袭击而牺牲 尼古拉很期待 研究员们能在全面分析完 两只追击者的实战数据后 研制出更加强力的终极BOW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了 下期人物片 大家想看啥 请留言评论区 新手将制作人气最高的专题 我给出的选项仅供参考 由于近期 更多的时间用在了照顾家人上 新手的视频更新时间 不是很固定 请各位理解 您的支持 是我做视频的最大动力 都看到这儿了 请千万不要白嫖啊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来说明天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